今天我就又带你们回来挑战了 但是在挑战之前 我先带你们去看东西大赛之城 我网络办了很多比赛 有世锦赛 养运会 苏迪曼杯 然后还有汤油杯 我打过 还有六届的中宫赛 我也打过 这个还有2000年的世青赛 虽然我没打超灵了 但是灵丹跟抱春来就是那时候出来的 当然还有这个市长杯 打过冠军 不错了 今年呢 今年对了 今年这个年底 我们有这个总决赛落库在广州了 好 那个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展览室 这就是有点像荣誉室 这个你看有我们广州八个世界冠军 这个是双茜室的 这就是双茜的 这个是双茜的 看起来 这就是双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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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茜的 看起来 绝对你 双茜的 目标是出的 双茜的 双茜的 不要跟那些男的嘻嘻哈哈 衣着又整齐跟进 那什么鬼啊 比港普设计的对白还尴尬啊 不过运动队管得这么严 这次肯定继续挑战男队员啊 喂 这次是哪人家都准备好了 欢迎全世界的球迷收看 文姐课堂 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家二队的队员李玉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国二队的罗旭命 下面就进入挑战时刻 我们下期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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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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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如果他们连接快的两个配手呢 他们肯定是很熟练的一个配队的 就比如说前面几期有讲到的 打推出去的球自己要拿一边 另外同伴可能会跟另外一边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也是会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两个人在轮转的过程中 他肯定是有个时间的 我下一排出去的时候 我已经有个想法 我不能跟他硬打 就是我不能被他连续压 他出来我肯定就要分球 如果他的同伴连接比较快的时候 他可能会连到也是一直压我 但可能如果他在这个时间差 我体验准备比较快的话 他的上来的连接肯定会比较慢 那我的准备时间就会多了 就是说我打完一拍 如果我打直线的话 他冲过来一秒不大 我就要接球了 是吧 但如果他冲完一拍 这一拍我就挡对角了以后 那如果他的同伴连接没这么快 来打的话 我那个时间就多了 他肯定是要移动 那我这个时间我就有时间准备 我就可以再观察他的空档 这也是我等下要讲到 就是他连接快的时候 我们要利用他两个人 场的一个空间去拉开他 不能被他 就是范围要把他拉开 不然都在他手上 他不用动 就能打到球 他的连接越来越快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能 其实每一队的一个双打运动员呢 他肯定有一个强的一个弱的 那强的呢 他肯定是出球是比较威胁比较大的 他才叫强的嘛 有一个强一个比较弱的对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分清他的一个站位 也是他的出球 就比如说强的一个对手 他打完两拍连贯的时候 也就要注意了 如果一直让他出球 他越打 拍速越多 他们的优势就越大 对手 非常好 但是 对手 有很多 但是 也就不这样 我相信 是 是 我相信 如果他是弱的一个在打 他打得出了球 没这么威胁 没这么大 那我们的压力相对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中 你要发现强的那个对手 打了两拍球 你就要注意到了 我不能再让他打了 我就简单来说 就是必须把球 第三拍就必须把球 打到比较差的对手那边 让他断开他的连贯 那我们的压力就相对比较小 你整个人准备的时间跟压力 就会相对低很多 那这个平时我们要 我们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呢 肯定一个单打的技术 是不能丢的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有单打的一个节奏 那你要练这个断开 对方连接的一个球呢 你肯定要利用整个场地 所以空间感很重要 在双马当中也可以 大家可以尝试 一个打两个的一个训练方法 他两个人打一个的时候 你会很清晰的发现 自己是跟不上两个人的节奏的 如果你不把这个节奏调慢一点的话 你基本是没得打 因为你没有帮忙 但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只要打他的空档的时候 我下一排的准备时间 会相对比较多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来训练你这个 断开对方快速连接的一个战术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